那是我的对手 那是过去 不惜 咱们现在上去比比看 听到他说的了吗 他想现在和我比 我十年没有飞行吗 他现在赢了我 会光彩吗 林英 我现在只是想 告诉你的学生们 告诉你的徒弟们 你从来没有赢过我 你从来都是我的手下败将 你不再是不败的空中战神 如果当初我留下来 这里根本没你的事 胡说八道 小心 我这 林英 林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要摧毁你的自尊心 和他们的自尊心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不是我替你选择 不是我替你选择 我说过了 你不要恨我 不要恨我的意思 不只是对肉体的 折磨和痛苦 那对你这种军营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真正的折磨和痛苦 是能够摧毁你顽强抑制的 还是对你精神的折磨和痛苦 还是对你精神的折磨和痛苦 我说过了 这是你的选择 你答应我来这里面的这一切 不是我 你答应我来这里面的这一切 现在你跟我说 我到底要怎么样 我想问你 你是怎么说出口的 我现在就可以放了你 放了你 让你们回到飞虎旅 继续做你们的天之骄子 战虎特种航空队 精锐当中的精锐 暗夜杀手 王牌飞行员的摇篮 你是这么想的吗 你们都是这么想的吗 还好点啊 对吗 没问题的 跟我说就可以了 我们没有必要继续下去了 我也不负责你们飞行员的 急军和选拔 我只是来辅助你们而已 你们练得好与坏 跟我有盲关系 你给我记好了 是你让我帮你的 是你要我帮你和你的飞行员 能从战场上活着回来的 现在你跟我说这些 我没有多余的时间 就要你们从特种部队的 入门开始交 我帮你 也不会再多余的时间 你给我回来 没问题 我给你不计划 你把你帮我认为 你帮我认识 我帮你 你帮我说 你帮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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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上一级的首长下达命令 否则训练不会再终止 算了 你太脆弱了 脆弱得不堪一击 我不会了 我不信 你非要在我的部下面前这样契落我是吗 对 说对了 我就是故意要在你的部下面前契落你 揭你的短 为什么 算了 玩不起 刀娜 你刚刚是在说玩 你知道你玩的是什么吗 是我作为巨人的自尊心 是我作为干部的尊严和权威 你也是带禀的 你应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敢做敢当 你这样过来 你拯败 我都 Café 如果这个人会外配 诬论 Bebel 僅存的尊嚴啊 算了吧 你是外行吗 真搞笑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像你这个级别的 陆军指挥军官 特级网牌飞行员 参加过国庆大阅兵 多次出国 参加军事演习交流 还在国外留个学 你的档案和资料 在对象国家 和地区军队的情报库里面 至少有五十件 A4纸那么多 不敢保证 他们搜集到你的照片 肯定会比我们任何一个部门 都齐全 都完整 你以为他们不知道 我们俩的关系吗 就算不知道很详细 最起码知道我们俩是同学 你以为这是多么 高深的秘密吗 玩得过你手下 这些小飞飞可以 敌人的特种部队 是小飞飞吗 别说了 我懂了 不用了 来吧 再反悔就没意思了 等等 我跟我的部下说几句话可以吗 可以 说吧 同志们 她说的都是真的 我隐瞒了你们 我欺骗了你们 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 我确实欺骗了你们 你们一直传说 我是飞狐吕不败的空中战神 我没有承认 也没有否认 出于虚荣心 我选择了默认 我 是她的手下败将 她的代号叫飞狼 飞狼的名字不是白来的 是飞虎团的参谋长 也就是今天的旅长王浩大相 亲自给她娶她 当她驾机在天空飞尸的时候 真的像一匹活脱脱的飞狼 真的是无人能及 她的出现 让整个飞虎团都震惊了 但是我没有震惊 因为 我和她是航校的同班同学 我们一起吃饭 一起睡觉 一起上课 一起训练 一起打球 一起洗澡 我们甚至 还一起 爱上了同一个女人 不会 不会 感谢观看